高铁已经开入安徽省了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透过高铁的窗户 看一下安徽省的发展情况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地图上的位置 看到没有 现在高铁已经开到安徽的树松线附近了 现在就带大家透过高铁的窗户 看一下安徽农村的发展情况 一看到窗外的景象让我不敢相信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安徽农村每家每户都住上了两三层的平房 甚至是小别墅了 这说明安徽农村这几年的发展相当不错 这得意义安徽人的勤劳勇敢拼搏 从古道经安徽省人才辈出 是一个人节地灵的地方 在古代就映映出了很多我们熟识的大人物 例如老子、尖吉牙、曹操、孙权、周玉、朱元璋、包整、李鸿璋等等的大人物 到了现代 我们伟大的科学家杨真宁、邓家先 就出生在安徽 所以说安徽从古道经都是人才积极啊 现如今安徽省被很多网友调侃为最没存在感的省份 这仅能说安徽省跟安徽人一样都是十分低调的 现在我就通过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安徽省 先说一下经济 在2020年的GDP为4.5万亿元 排在全国第十名 也是首次进入了全国第十名 这就说明这几年安徽省的发展相当不错 后进十足 仅是安徽省在东部省份当中 因为周边的监测户比较发达 就显得安徽先对比较穷而已 如果从全国的省份来看的话 安徽省发展还是可以的 同时安徽省的历史也很悠久 安徽是中国史前文化重要的发源第一 因此就有着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 例如灰派的建筑风格 被誉为是中国最美的建筑特色 还有安徽池州的汤市 号称为戏剧的活化石 因此的话 安徽被称为是中国的戏曲之先 而且安徽省也是一个旅游机缘 比较丰富的一个省份 安徽最有名的莫过尼黄山了 黄山现在是世界文化已寄然遗产 也是国家无埃及景区 更有着无业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月的美誉 也许每一天每一年都会吸引很多游客 慕名前去黄山一睹他的风采 而安徽省的省会合肥 这几年的发展也是相当不错的 这几年合肥的发展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啊 现在的合肥是国家的新一线城市了 合肥在2022年的GDP为1.2万亿元 排在全国第21名 相信安徽省在合肥的带领下 肯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看窗外的安徽农村的发展 就能一目了扬了 注意安徽省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了 大家就跟着我镜头尽情地欣赏 窗外安徽农村美丽的风光吧 是满台湾的风光 开中午市了 也不客气 地并不客气 林立东西 优优独播放 20 感谢观看 好了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 大家看完安徽农村的情况之后有什么显缩的 我觉得安徽农村发展的挺不错的 这个农村现状的话在别的省份很难看到 对此大家有什么显缩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